殷商太师文仲 远征北海 苦战十年 赞金 凯旋回朝 殷商太师文仲征战北海十年 带着邓禅玉和魔家四将凯旋而归 这里提到的魔家四将 便是西游记中的四大天王 而风神榜也在此时现实 这也意味着殷商即将走向灭亡 一切的始作俑者 则是轩辕坟下封印的千年狐妖 盘古开天辟地 承汤建立了殷商 殷商统治天下五百年 可祭州侯苏户却不愿进贡朝商 商王只能派二王子殷壽出兵讨伐 他带着一支特殊的军队 将士们都是各地诸侯的儿子 他们被称为质子 商王为了巩固帝王之位 便命令个诸侯将年幼的儿子送入昭哥城中 教由王室养大并为其所谓 诸侯若有谋反之心 就将其儿子就地处决 殷壽让苏户之子苏全孝 劝赴投降 父亲 想吧 可话音刚落 飞剑像雨点一样射了过来 此时苏户已经全然不顾儿子的死活 不得已苏全孝只能做了必死的决心 可他还是没有勇气将剑刺向喉咙 这时殷壽走了过来 那个人不配做你父亲 你是我的儿子 你要做我最勇敢的儿子 父亲 我去 就这样苏全孝死在殷壽怀里 紧接着他下令攻城 巨大的石头朝着城楼砸去 被击中的城楼瞬间弹打 城墙也被砸出了一个缺口 将士们向缺口冲去 势必要赢得这场战役 就在这时苏户也开始反击 只见飞剑像雨点一样射过来 将士们在冲锋的途中纷纷落口 眼看就要攻进城中 岂不知已经落入苏户的陷阱 他随即用点燃的火箭 射向提前安排好的火 将士们瞬间深陷火海之中 被惊吓的战马四处逃窜 有的人则死在乱箭之中 将士们只能选择暂时撤退 可这却令英寿勃然大梦 苏户以为已经击败敌军 却不成想应受亲自带军杀进城中 死在刀杀进城中 不得已苏护一家被追到轩辕粉 这里正是殷商祖先封印狐妖的地方 只有王族后人的血液才能解开封印 而殷兽对此却浑然不知 紧接着便和苏护展开了大战 殷兽用双刃斧劈向苏护 不成想劈在石头之上 石头瞬间裂开 同时巨大的震动也引发血弄 只见苏护一个过肩摔将殷兽摔倒在地 随之一把利刃刺进他的胸膛 鲜血顺着裂开的石缝流到封印之上 可想而知妖狐将重见天日 眼看英兽将死于苏护之手 紧要关头激发一剑射向苏护 便给英兽争取了反击的机会 同时英兽也顺利地拿下了苏护 这一切都被躲在车里的苏打几看到 父亲和哥哥接连死去 他也不想狗活于世上 便想到自我了断 就在这时雪崩来袭 将所有人都埋在雪下 雪崩过后 苏打几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只见他缓缓爬出马车 举止十分的怪异 并不是用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事物 而是靠气味在洞察一切 似乎像极了一只狐狸 这时不远处的将士们也发现了他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时 英兽骑着战马从后方出现 苏打几缓地走过去 随之被英兽带回军营 就在他处理伤口时 一滴血落在战靴之上 苏打几试探着慢慢地靠近 女人只因舔了一下咒王的伤口 却瞬间明白了她的心意 英兽自然明白此女并非凡人 很快他带着苏护的手机和苏打几回到昭阁 并将苏打几献给了太子殷起 看到此等美人 太子瞬间乐开了花 岂不知很快将命不久已 他随即下令 当天晚上就大摆庆功宴 质子们还表演了舞剑 太子为了彰显自己的笑心 也拔出佩剑给伤王助行 可突然间身体却不受控制 利用手中的剑刺杀了伤王 同时还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此时太子已经被狐妖附身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剑状质子们都围了上岸 狐妖假意用剑向英兽刺去 情急之下激发扑过去 不成想太子手中的剑要了自己的性命 等激发反应过来时 太子已经身亡 这时众人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激发 你杀死了大伤王子 这可是面族的大罪啊 英兽却站起来当众宣布 引起师父杀军 大逆不道 激发 你杀了他 非但无罪 反而为我大伤 立下大功 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声名大 很快英兽登基封号咒王 由王叔笔干向上天敬问国运 可下一秒却发生了意外 不仅龟甲碎掉 就连整个昭歌城都被乌云笼罩 笔干深知大事不妙 他步履阑珊的来到咒王面前 天气我大少 王叔和初子言 殡商王族 以子是父 以臣是君 世间之罪 莫大忽此 忽此 杀天震怒 我们成荡子孙 已经不配为天下公主了 如今要想救天下苍生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效仿成汤祖先一样 祝高台自焚祭天 我将效法成汤先祖 在昭歌建造一座祭天台 还成旨 本王将自焚祭天 为大商请命 现在大商 晚上太子英交在去网咒王的宫殿时 却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边上去查看 只见一只布鞋掉落在地上 旁边还有些许血迹 定睛一看竟是一只狐妖正在食人 被发现后 狐妖慌忙逃跑 而鹰娇却在后面一路追赶 他一路追到咒王的寝宫 这却让咒王误会鹰娇想夺取王位 生人半夜待见闯入 想要我的王位 你太着急了吧 还要不敢 还要是在追这狐 哪里有狐妖 他怎么会在这儿 说话间鹰娇看到了床上的苏打井 他恼羞成怒 只恨当初在轩辕坟没结果的他 随着天谴的应验 已经向四方蔓延 百姓都已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东方井水苦不堪饮 北地瘟疫横行 南将婴儿出生变回夭折 西齐有脉却无食 此时昆仑山的仙人 已经算出世间将有一场浩劫 必须重请女娲娘娘留下的风神榜 只有将风神榜送到人间 交给天下公主开榜风神 便可消除天前 拯救众生 但持榜者必将损害修为 变回凡人再也不能重返昆仑 这时江子牙主动起立 人间有难 弟子愿持风神榜下山 且在我学仙之前 本为商贩 四处奔波 对人间最为熟悉 弟子不才 愿丹此人 原始天尊见江子牙 有一颗对人间的悲蜜之心 便请来龙须虎 只见他飞到江子牙面前 将风神榜交于他 握住风神榜的那一颗 江子牙瞬间老了好几十岁 这也意味着他变回了凡人 他带着杨俭和哪吒出道人间 就被卖到了昭歌城做苦力 他们来到城外 可进城需要通行证 为了得到通行证 江子牙只好拿出珍藏许久的仙单 手卫用马车将他们送进城中 下车后高耸的积天台 呈现在几人眼前 这时有人用鞭子催促他们赶紧刚好 只见哪吒握住甩过来的鞭子 直接将那人甩到了空中 落地时却惊动了十吨重的大响 眼看百姓将有威胁 江子牙准备施法救人 这时才想起已经没了法力 还不快去救人 能用法师 废话 此时的咒王为了死后还能复生 召见了神功报 现愁了 这是什么法师 此乃断头不死之术 若是烈火焚烧呢 身手一触都不能死 以后我烧身有何惧之有啊 好 多少石可以洗成 小人修炼此术 耗取了一千年的光影 大王平复超群 有够五百年 也就够了 五百年 这一戏话瞬间惹怒了咒王 因为他根本没有五百年的时间 随后江子牙等人被带到大殿之上 他将风神榜献给咒王 可咒王却半信半疑 这么一个小小的风神榜 真能消除天前 岂只能消除天前 风神榜 乃是女娲娘娘留下的宝 能吸纳世间 所有死者的缘起 这么说 人死了越多 风神榜的法律越强 听了深宫暴的话 昏庸的咒王想验证一下风神榜的真假 他二话不说直接结果了一旁的随同 随后深宫暴施法 只见灵魂瞬间被风神榜吸取 江子牙等人看到咒王如此滥杀无辜 便知他已不配再为天下共主 于是假意传授开榜之术 实则是想带着风神榜快速逃离 跑啊 拦住他们 随后杨简和深宫暴展开了激烈的打托 哪吒则则用魂天灵将江子牙送出大殿 逃出来的江子牙骑上快马迅速跑出昭歌城 这时咒王命令英娇和激发追回风神榜 英娇追江子牙一路来到峭壁之上 他不明白既然来献榜 为何出而反而 说话间英娇被滚落的石头砸中 危急时刻 被江子牙一把抓住就他一面 可醒过来的英娇一心想拿到风神榜 只见他把江子牙手中的风神榜打掉 这时哪吒赶到 用魂天灵控制住英娇 混乱中激发捡起风神榜来到悬崖边 因担心英娇的安危 想用风神榜换取他的性命 激发 拿着风神榜快跑 吃不得吃不得呀 你扔个试试 给你 不能扔 话音刚落 激发就将风神榜扔下悬崖 为了保住风神榜 江子牙不顾凡人之躯紧跟着跳了下去 他抱着风神榜掉入大海之中 还好被杨简和哪吒及时救起 而激发则背着英娇来到一个山洞 随着新王登基 四大诸侯都将觐见败河 可西伯侯却在途中欲婴儿 杨茂古怪 一定是个妖孽 宁父 真是可怜哪 老人家 你怀里这个东西 可能是个妖孽 说着 杨茜和哪吒便要了结了婴儿 却被西伯侯拦住 在他眼里 这只是个刚降生的孩子 日后是善事恶也要看如何教导 现在就下定论 简直是太草率 与此同时江子牙也赶了过来 他对西伯侯的说法非常赞同 同时提议将婴儿送到昆仑山 有缘使天尊亲自教会 能摆在门上 那是神儿的父亲呢 西伯侯给婴儿取名 为镇子 岂不知这个孩子日后将救他一命 随后江子牙把孩子交给杨茜二人 让他们迅速送往昆仑山 很快四大伯侯相聚在女娲庙 而江子牙也说出他的打算 那就是要废除婴兽 拥护婴娇为新王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天前 这是北伯侯却一种势不关己的态度 伤王是天下共处 天下都是他的 天下 非伤王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 可难 就在几人争论之时 西伯侯的卦象也算出结果 卦象表明 是君者并不是阴起 而是另有其人 在场的人同时想到 这人一定是咒王 此人是父杀兄已经不配为王 可要反 胜算实在渺茫 更何况他们的儿子 都在咒王手中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这里的激发听到 此时在他心里 咒王就是个英雄 他不允许有人对他不见 尽管那个人是他的父亲也不行 三大伯侯见状只能杀人灭口 而西伯侯却看到了 激发妖间的愚昧 这是我儿子 激发呀 我是阴伤王家事为激发 西伯侯不敢相信 儿子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就在这时 大批的军队也赶到了这里 很快四大伯侯被带到昭歌城 咒王随即摆了一出鸿门宴 宴会上他命西伯侯为他补惯 不成想西伯侯耿直的性格将害了自己 他推算出咒王将死于血清之手 咒王瞬间勃然大怒 他命令四大伯侯的儿子 站在各自的父亲面前 然后开始给他们洗脑 并下令 只要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 便可以继承爵位 这时北伯侯之子 崇英彪跪在父亲面前 当父亲扶他起身时 他却将刀刺进父亲的胸膛 南伯侯只能劝儿子动手 但恶顺却不能是否 拔剑转身便刺向咒王 可他哪里是咒王的对手 咒王一见就结果了 同时南伯侯也被冲进来的士兵斩杀 东伯侯不想让儿子当场送命 便亲自动手死在了儿子怀里 眼下只剩下西伯侯 激发惶恐地跪在咒王面前 并声称这次谋反全因父亲而起 必须让他当众认罪 就这样激发暂时救下了父亲 而西伯侯也被关进大门 激发来看父亲 可他依然认为是父亲捏造卦象引发叛乱 他始终认为咒王是个明君 此时西伯侯悔不当初 和自己的生死相比 他更怕儿子被恶人所迷惑 变得是非不分 孩子不能看见 也许只是人生想让你看见 所以有些事情亲眼所见也未必是真的 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迷失自己 江王后得知此事后 便找到咒王 四大伯侯皆是忠臣 大王轻易杀之 有失君臣大义 大王所杀并非四大伯侯 大王杀的是天下民心 杀的是殷伤五百年的基业 他更担心咒王刚刚登基 因此会失去明心 所以他愿意一死患咒王悬崖愣啊 说着就要拔剑自吻 这时苏打几突然开口 他蛊惑江王后同修长生之术 江王后像是被他迷惑了一样 只见他摘下头上的白纱 慢慢地向苏打几走去 难怪大王这么喜欢你 给我见了你 也难免心生爱恋 说话间他拔下头上的簪子 一把将苏打几按进水里 很快水面就泛起了红色 随之江王后的尸体浮了上来 对于母亲的死阴娇愤恨至极 阴娇要杀了苏打几为母报仇 就在他要下手之时 一只狐狸突然窜了出来 他瞬间将阴娇扑倒在地 然后钻到苏打几的身体里 紧接着他们展开激烈的打动 只见门外一个人影闪亮 苏打几立刻朝门口跑过去 此时的阴娇已经杀红了眼 完全没有了理智 等他反应过来时 剑已经刺入咒王的胸膛 同时也惊动了外面的守卫 阴娇见状只能选择先行离开 激发很快就追了上来 可他并不想抓住阴娇 而是让他去王叔比干那里躲避 激发右派引起咒王的怀疑 便用阴娇的剑刺伤自己 重阴雕怀疑是激发故意放走阴娇 就故意找茬和他比试 很快两人就打了起来 因为激发有伤在身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出现 此人正是西伯侯长子伯一考 他身手拧接 只用一招就将崇英镖制服 哥哥 这次他是为救父亲而来 门外的几辆马车上 装满了奇珍异宝 你看看 够不够救父亲 再多珍宝也没有 我已经劝过父亲了 可是他怎么都不肯认罪 昨今就是这样 悲心之事 从来不送你 从来不送你 雪龙驹 这么多年没见 你们俩还认识我呀 你多年未回西齐 恐怕连回去的路都不认识 这两批雪龙驹 是当年父亲送给我们的 我把他们已经调教好了 日行千里 最善事 还给激发带来了雪龙驹 弟弟离家八年 他怕弟弟不认识回家的路 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在调教雪龙驹 不管多远只要对他说 回家 雪龙驹一定会将激发带回西齐 很快咒王就召见了伯一考 他不仅文韬武略 胆识过人 还精通音律 一首曲子下来 咒王十分满意 只见他缓缓放下手中的乐器 叩拜在咒王面前 我父亲年迈体弱 恐不堪牢狱之苦 恳请大王锤里放他回西齐 我愿意替父认罪 父亲犯了可是死罪 明知江是死路一条 可只要能救父亲出来 做什么他都愿意 我可以替他去死 晚上咒王带着石鹤来到大牢 他亲眼看着西伯侯将食物吃下去 我很羡慕你 有两个好儿子 而我呢 只有一个儿子 他还要杀死我 你怎样 对自己的父亲 便愿不得你的儿子 同样对你 然后他拿出博弈考的乐器 这时西伯侯才知道 博弈考来到昭哥 岂不知丧心病狂的咒王 竟将博弈考杀了 并且做成了肉饼 你那么爱你的儿子 难道 你尝出来 他的味道吗 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儿子 在我手上 他的脚被地上破碎的瓦片割伤 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 不知真相的百姓还用菜叶打他 并对他恶语咒骂 而西伯侯只是紧紧地抱着怀中的蛇 因为里面是他心爱的儿子 此时江子牙为了找到鹰椒 他潜入鹰上的宗庙 正好碰见鸡发 随后江子牙就被鸡发绑住 带进宗庙 他要将鹰椒带上昆仑 因为江子牙认定鹰椒 就是未来的天下公主 所以必须护他周全 而鹰椒依然认为咒王 只是被狐妖迷惑 这时笔甘却说 因他有一颗七窍玲珑心 不管修为如何高深的妖念 只要吃下此心 都将献出原形 转天咒王便带着苏打几来到宗庙寄 笔甘直接出手掐住了狐妖的寸棺之外 说着就要结果了他 却被咒王起身拦住 这时鹰椒出现在大殿之上 狐妖附身在苏打几地内 乃是孩儿亲眼所见 孩儿无伤父王 实是为了斩杀这个优孽 为母后报仇 可咒王依然选择躺护苏打几 见此情景 王叔笔甘为了承汤江山 殷商社稷 甘愿献出七窍玲珑星 并且让周王在祖宗面前发誓 如果苏打几真是狐妖 就当场诛杀 并且恕英娇无罪 只见王叔一刀下去 取出七窍玲珑星拿到苏打几面前 打几吃下后 果真献出狐妖原形 然而周王却没有斩杀狐妖 失去玲珑星的笔甘当场送命 这时英娇终于探清父亲的真面目 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便要当场自杀 幸好被激发救了下来 随后周王便宣布将鹰交押入大牢 明日武师斩首 然后他命令激发取回西伯侯的脑袋 只要激发做到 以后他便是鹰伤的太子 激发已经看清周王残暴的嘴眼 知道他只是在利用自己 可如果他不答应 父亲肯定必死无疑 他只能假意服从命令 找到父亲后 他将玉佩交于父亲手中 父亲 我一定会有她心情 这时昏庸的周王竟然将宗庙烧毁 我要让你尝身了 转天鹰交被压制刑场 而激发将甲的人头成被咒王 眼看就要行刑 危急时刻激发挟持住咒王 他本想这样能救下鹰交 不成想 从鹰雕爬上高台当场将鹰交斩杀 就在这时哪吒杨姐也赶到 江子牙赶紧命令他二人将鹰交送回昆仑山 这时激发和咒王正在城楼上打断 只见咒王很快就控制住激发 命悬一线时激发用脚将捕踹了下 武瞬间向咒王砸去 等他缓过神来 激发已经将剑刺进他的胸口 在咒王掉下城墙那一刻 他抓住激发的披风 激发用剑割断披风 咒王直接掉下去当场同意 剑撞崇英彪当即发号实力 大王已死 现在都听我 被魔后的 同时激发吹响口哨 只见雪龙鞠带着西齐将士飞奔而来 他带着激发向城外跑去 这时崇英彪下令拦住激发 却被激发一箭送走 这种人为了全力亲手杀害自己的父亲 简直死不足惜 在出城途中激发看到江子牙 便拉他上马一起出城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昭哥城门 守门的是东国侯之子江文焕 这时追兵也追了过来 只见江文焕慢慢举起手中的弓箭 直接射中了追来的官兵 同时下令关闭城门 他放走激发 同时也为他争取了逃走的时间 可深宫暴却想抢夺风神王 他施法用一魂符附着在两个巨大的石像上 石像瞬间被他碰着 只见他们冲出城外 向激发逃跑的方向追去 一路追着激发跑到树林里 江子牙清楚那两个石像是冲他来的 可激发为了救下江子牙 毫不犹豫换上他的衣服引开石像 他利用大树卡住了其中一人 而另一个却穷追不舍 很快激发就被追到悬崖边 这时他摘下斗力 露出真容 深宫暴看到后瞬间猛暗 激发用弓箭接连射向石像 奈何力量实在过于悬殊 巨大的石像还是步步紧逼 无奈激发只能骑着雪龙鞠 从悬崖上跳下去 而石像也紧跟其后 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水里 展开激烈的大树 很快石像就丧失了生命力 另一边雪龙鞠正驮着西伯侯返回西起 很快他们就到了伤州边界 却被守城的官兵拦住 雪龙鞠当场被剑刺中 西伯侯也从马上摔了下来 眼看官兵就要对他痛下沙水 千钧一发之际 一巨大怪物从天而降 用翅膀护住了西伯侯 只见轻轻摆动翅膀 士兵们瞬间倒地 然后腾空而起随即施展法力 很快西伯侯醒了过来 这时他指着西伯侯的披风 西伯侯瞬间明白他正是雷震子 雷震子 雷震子顺利地将西伯侯送回西起 激发被大水冲到岸边 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然后雪龙居俯身将他拖起 带着激发返环西起 激发艰难地向父亲走去 这一刻他们等得太久了 昭歌城中 苏打几正在寻找咒王 他一路狂奔 在那面大谷里看到了死去的咒王 可这次不管他如何舔尸伤口 咒王依然没有醒来 情急之下狐妖只能脱离身体 他不惜用千年修为也要救活咒王 很快咒王就睁开了眼睛 风神第一步就此结束 同时更期待第二步 第三步的完美呈现